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送上来找决菜了 本来还以为今天天气好的 你看今天天气不好 就是阴森森的 到处今天雾很大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来山上找点野菜 然后明天去到县城里面 拿给小树还有省生 我们一起吃 虽然那边也有决菜 但是感觉那边的决菜 没有我们这边的好吃 这个地方我们每年都来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 这里你们看到吗 看一下 嫩蕨菜 哎呀 雾太大了 今天 别离我太远了 等下我太怕了 上面是红利发电 吹的好响啊 有些都老了 你看一下 这个都老了 这个还好 这里 这好像还没有人来找过 如果有人来找的话 哇 这么多 你看 太多了 这里到处都是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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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辈子肯定小了 感觉 打得这一辈子都多了 哇 太多了 这声音好过瘾啊 这声音 哇 一把了 这个山每年来都没有人摘 难道就没有人发现这一块地吗 这好像每年都是我们来摘的 每年都是我们来摘的 每年都是我们来摘好像 每年我们也是直奔这里 我们也去摘 从家里面就直奔这个山头了 说过来不错 一下子打这么多了 还挺肥的 看一下这个 嫩蕨菜 打多一点 这个有线的老了 有线刚长出来 非常短 这个就还好 这个 这个 这里 再这个 这个 这个再过几天来的话 肯定还会展开那些 还很短 那个 真多呀 看 这个打的好过瘾 一下子 背楼都要满了 又装不下了 背楼拿的有点小了 怎么这么肥 你看 这个韭菜 满了都 你看 看这里 都是小小的 这种短的也把它摘了 这种很嫩的 这种还是很肥 很嫩的这种 这个脑高 这个 好肥 大家实在是太好了 打了一下又抱满手了 咱们把这一背楼打完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看小牛娘去了 小嫩小嫩的 其实 打绝刀的话 打那种肥的还过瘾 像打这种瘦的 但是吃呢 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瘦的 那种肥的话 打的时候就很过瘾了 摘了这么多就可以了 哎呀 反正够我们吃好几餐了 但是呢回去 回去还是分一点给小说 他们一起吃 反正我们之前做的腌决菜还有 这个呢就是今天特意来打一群新鲜的回家吃 也懒得炸腌了 腌了也吃不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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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